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粉紅色小日子 我是莉亞 今天這支影片呢 要來分享我最近在寶牙買到的貼紙包 那這些貼紙包呢 其實在蝦皮都可以看到同款 在蝦皮上可能還比較便宜 但是我自己還是習慣說去寶牙看到食品 然後再決定要不要買 網購的時候有時候看圖片覺得很美 但送來的時候都會覺得跟自己原本預期的有一點落差 所以呢 如果有去寶牙看到喜歡的貼紙 我還是會願意花比較多的錢 然後去買他們回來 再來就是去實體店買啊 就不用付運費 或是在那邊湊免運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它的優勢其實還是蠻多的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要來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寶牙買到的貼紙包 因為這個貼紙包其實我買了有一點時間了 所以其實我有偷偷的打開偷用 就是有一些素材我已經拼貼在我的手上過 那等著開箱的時候呢 我也會順便把我有拼貼過的範例跟大家一起分享 讓大家可以看看說 我在說的到底是什麼這樣子 那今天影片就開始吧 我把今天的貼紙包呢 根據使用的方式來做了稍微的分類 那首先我們先來開箱底圖素材類 底圖素材類通常我都會拿來拼貼在背景 像是如果我今天要貼一張照片 我可能會拿底圖素材類的貼紙壓在後面 在上面再貼一張照片 或者是說我有一些什麼想要貼的東西啊 我就會拿底圖素材類先貼著 上面再貼一層 再來就是如果我今天不知道要貼什麼來做裝飾的話 就會先從底圖素材類的貼紙開始找 就是把底圖素材通常都比較大張啦 貼上去之後再來想說我其他細節要做什麼裝飾 那首先第一款呢 這款叫做夜夜無聲 這款總共有20個圖案 那每個圖案有兩枚 所以總共會有40張 這款呢 主要就是綠色系的樹葉 花草樹葉啊 那綠色系還蠻明顯的 再來它搭配一些英文手寫字體組成的 這款貼紙呢 它比起一般那種單純照片的貼紙啊 因為多了英文字母 更加上它圖片不是整個滿版的 所以它貼起來會比較不無聊 畢竟它整個方塊都是已經排版過的圖案 那你單貼一張在上面 就會很像已經拼貼好了一個完整的素材在上面 所以呢 我自己覺得這款貼紙的實用度還蠻高的 那這款呢 我之前已經有偷偷的使用過了 那這一頁的手帳呢 在這個部分就使用了這個素材包的貼紙 我只單貼了一張貼紙在做一些紙膠帶的裝飾 就讓整個畫面看起來不會說很無聊 因為這個貼紙其實還蠻大面積的 所以貼了一張兩張 那你整個筆記本就已經很豐富了 這是我覺得貼紙包的一個蠻大的好處 接著我們來看到草木敘宇的這一款貼紙包 剛剛那一包貼紙呢 看起來主要會是花草 然後搭配一些英文手寫的文字來做裝飾 但這一包呢 我會覺得它主要是印文紙 然後搭配一些樹葉花草來做裝飾 所以它的主體是不一樣的 剛剛那一包的主體是樹葉 但這一包的主體是文字 像這種素材本身呢 就已經有圖片跟文字的素材 我自己覺得會比較好運用 就是貼起來會比較有層次 一般來說 如果我想要做到這樣子的話 我可能會先找一個花草素材的底子 那上面再搭配英文手寫的紙膠袋 或是英文手寫的貼紙來搭配 但是它這個在素材上就已經幫你做好說 有圖案有文字了 所以我覺得這款單貼起來就很好看了 我自己還蠻推薦這一款的 那再來我覺得這一款除了整張貼上去之外呢 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些搭配 像是把它的貼紙撕一半拿撕碎之類的 或者是說把花草圖案跟英文素材分開來 如果你在拼貼的時候需要一些英文手寫的素材 就可以從這份貼紙包裡面 選你喜歡的英文字 然後把它剪下來平貼上去 所以我覺得它算是一個應用度蠻高的素材 非常推薦給大家這一款 接著要來開箱這包 綿長的貼紙包 這一款的貼紙呢 我自己覺得它是排版感比較強烈的素材 因為它除了照片之外 它還會搭配一些文字跟幾何方塊 來做一些北歐簡約風的排版 這種也是單貼就很夠的貼紙 那在風格的部分呢 比起剛剛那兩款 我會覺得這一款是更加的現代感的 那這包貼紙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除了照片的素材呢 也有一些這種小小的文字的素材 那這一包的貼紙素材呢 我覺得拼起來會有一種流行雜誌的感覺 比較像是一些賣衣服啊 時裝或是一些化妝品牌 會用的排版設計跟風格 所以這一款呢 如果貼在手帳上 你的手帳應該會瞬間變成流行雜誌 接著要來開箱這一款 那這一款呢 其實跟剛剛那一款有點像 但這一款的色系呢 它更繽紛 有綠色啊 紫色 粉紅色的 剛剛那一款看起來 主要都是白色系啊 米色系的 那這一款就繽紛很多了 因為它的顏色比較繽紛跟飽和的關係呢 所以它貼起來的份量感會更重 如果你在手帳可能貼一張就會非常的搶眼了 但是剛剛那一款在風格跟顏色 比較沒有那麼搶眼 所以呢 它會是一款更百搭的素材 這種本身排版感就很強烈的素材啊 如果貼在手帳上 只要稍微單貼一張 就會排版感很強烈了 那你旁邊可能再做一些貼紙的裝飾 或是一些紙膠帶裝飾就很夠了 算是一個可以快速寫手帳的素材 這一頁的手帳呢 我就在這個部分呢 使用了這個素材 那它本身其實排版感真的蠻強烈的 它除了有一張照片的素材 然後還有文字的方塊 加一個裝飾性的圖案 然後跟旁邊這種色塊的圖案 所以它其實一張貼紙單貼就蠻有層次感的 然後旁邊我就再稍微做一些小小的裝飾 整個手帳看起來就完成的差不多了 那我自己覺得如果你單貼啊 旁邊再搭配一段紙膠帶 其實就已經蠻足夠的了 所以這款素材呢 算是一個懶人手帳素材 接著呢 要來開箱這款自然郵票 這款郵票素材呢 它有一點復古風啊 可是又有點可愛插畫風的感覺 然後它是盒子的材質 所以讓它更加的清新柔和 我自己還蠻喜歡這種風格的 那平常我比較常看到的郵票貼紙呢 都是紙紙的材質 它是有一點亮面啊 不透的那種材質 所以一看到這款盒子的時候 我就覺得天啊我要入手這一款 那我覺得這一款看是要當地圖啊 或者是你最後做一些點綴裝飾都會非常的好用 那因為這款貼紙呢 每個圖案都只有一張 所以在這款呢也沒有範例了 我自己是還蠻期待說趕快開箱跟大家介紹完 然後我就可以拿去使用的 我自己還蠻喜歡這個郵票貼紙的 買這種貼紙的組合包裡面 難免都會有一兩款是你不喜歡的 但是這款郵票貼紙 它每一個圖案就只有一張 所以就算它醜醜的你也會覺得 啊就只有一張 好像也變得比較珍貴的感覺 那這一款真的還蠻超值的 因為它每一個圖案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看我總共有這麼多不一樣的貼紙 那介紹完剛剛底圖素材類的貼紙之後呢 現在想要來介紹一些幾何感系列的貼紙 第一款呢想要先來分享這個綠窗台的貼紙 這款的貼紙是有一點墨藍迪色系的 顏色比較沒有那麼飽和亮眼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種色系的貼紙 因為我覺得貼起來整個手帳本 會看起來比較柔和清新的感覺 如果是顏色比較飽和的貼紙 在貼的時候就會要有一點技巧 不然很容易就是毀了整個畫面 那這款貼紙呢主要就是用色塊搭配文字的拍板 呈現出一種有點幾何現代感的感覺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啊 那我自己是喜歡到買了兩包 我覺得這款貼紙啊 單貼就非常的質感又有分量 你貼在筆記本上那一頁整個就是 很美 這款貼紙我真的非常的喜歡 這款設計有點像是乾燥花會出現的設計 讓整個畫面看起來有點浪漫啊 清新唯美那種感覺 我真的超喜歡這種的 正業的手帳呢在這個部分 我就使用了這個素材包的貼紙 這張貼紙呢因為是深綠色的 所以算是整個素材包裡面分量感比較重的貼紙 那我就在底部的部分貼了一張這樣子的貼紙 之後稍微做一些裝飾 整個頁面看起來就非常的好看了 在這邊的部分呢 我就用一個綠色的圓點簾貼紙 來呼應這邊的綠色 所以整個畫面看起來就非常的清新唯美的韓系吧 這款貼紙我真的非常的推薦 接著這一款北海夜巡的貼紙呢 它是超美的標籤素材 這個貼紙包呢我自己也是超級喜歡的 其實在之前我就已經買過 而且開箱過 那這次去啊我又看好看到 然後又覺得真的很喜歡 所以我就又買了一包回來 我現在呢是非常的心滿意足 那這款的風格其實是比較 北歐現代風格感的排版 這款我自己非常喜歡 但是一直沒有用來平貼 因為我捨不得用 這個貼紙包算是我每一個圖案都很喜歡的一款貼紙 這個非常推薦給大家 超級超級推薦 超級超級喜歡 那今天的最後一款貼紙包呢 是這款海棠來信 這款的幾何現代超化風格感超濃 幸好它是盒子的材質 讓它可以比較柔和的呈現 不然它和其他的素材搭配啊 應該會蠻難融入的 因為它的顏色比較飽和 然後它的風格是比較強烈的 那這款貼紙呢 我自己覺得你在選紙膠態的時候 就可以搭配一些比較飽和的素材來試試看 就是讓整個畫面看起來比較繽紛 復古的感覺 那當然你也可以搭配一些比較清新的素材 來吸釋它那種強烈的風格 這款素材的風格真的還蠻強烈的 那我在之前好像還沒有拼貼過這樣子的素材 所以我自己還蠻期待說 這款拼貼出來會是什麼樣子 就很期待可以把它拿來當成我的一個考題 就是看看我還可以試出什麼不一樣的感覺 那影片的最後呢 要來分享一些裝飾型的素材 這類型的素材啊通常是一個小物件或是一個小單品 那我通常都是用來做最後的裝飾或是點綴 可能就是我拼貼完底紙跟大部分的素材之後呢 我就會想說找一些小貼紙來貼在最上面一層 或者是說我在寫完文字之後 覺得這邊好像還是有點空空的 那我就會找出這類型的貼紙來做一些畫絨點睛的效果 首先這一款呢自然生活家 其實這款貼紙包呢 我自己也是買了第二包 登登 我在買了第一包之後 然後發現這個還蠻好貼的耶 然後我就再買了一包 那這一款因為之前已經開箱過 所以我就再稍微給大家看一下而已 快速的 我們快速的看一下就好了 這款貼紙包它都是一些小混摘啊小植物 像這個單瓶其實拿來做最後的裝飾 就會非常的好看 或者是你有一些照片啊拍立的什麼的 那你就在邊邊貼上這樣子的話 就很好看 再來就是啊 如果你在紙膠帶一段紙膠帶後面貼這樣子的話 真的也是非常的好看 這一款素材型的貼紙 我自己覺得真的非常的百搭 就是如果你覺得你的手帳本好像少一點什麼的話 那你就可以拿出這個素材包 然後選幾個素材拼貼上去 整個畫面的細節就會又更增加了一點 整頁的手帳呢 我是在這個部分貼了這種裝飾型的貼紙 你看我底部的部分就只貼了一小段的紙膠帶 那上面就壓一個紙物的貼紙 整個看起來是不是就非常的好看 這就是這種裝飾型貼紙的美麗 就是你覺得少一點什麼的時候就貼一段 接著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貼紙 那這一款叫做花顏葉 我最近真的瘋狂收集這種花草型的素材 因為我覺得這種花草的素材真的還蠻百搭的 那這款的花草呢長得蠻優雅 搭配他有一些細微的燙筋 那在燙筋的部分呢 他其實是霧面的燙筋 我覺得看起來會一種低調 但是又不馬虎的那種細節感 可惜就是他的壓心啊 他好像沒有壓得很精準 就是你看圖案在這邊 可是他壓得寬寬好像有點歪掉 不過我想說這樣也許是一種 你知道亂亂臭臭的特色 再來這個臨時大粉撲呢 是這支影片最後一張貼紙了 這款是插畫臨時風格的貼紙 那他在細節的部分呢 其實有搭配一些燙筋 他不是整個框都搭配燙筋 而是一些重點的部分搭配燙筋 我覺得他這個燙筋真的燙得還蠻好的 這種稍微有燙筋的素材啊 你貼在手帳上 手帳會瞬間有點level up的感覺 但是呢絕對不能多貼 多貼就會又顯得太亂 那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貼燙筋素材的效果 這一頁手帳呢 在紙膠袋的部分 有英文字母的燙筋 稍微有一點燙筋啊 整個頁面看起來就非常的唯美 又比較有質感 再來這一頁手帳呢 看起來是比較沒有那麼亮眼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也選了一個有燙筋的星球 整個看起來就是一種畫龍點睛的感覺 那這一頁手帳呢 我也使用了這種燙筋的鳥的圖案的素材 就在旁邊稍微做一些裝飾 整個頁面看起來就很不一樣 燙筋的東西啊 就是絕對不能多貼 要貼得恰恰好 那你的手帳就會看起來非常的有質感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開箱了 這次在寶維牠買到的貼紙包啊 不是我真的非常喜歡推薦啊 就是我真的覺得這些都是我非常喜歡的貼紙包 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出來說 就是像有很多款啊 我都買了兩包以上 所以真的是我非常喜歡 然後也真心推薦給大家的款式 真的就是非常的好貼 那希望大家還喜歡今天的開箱分享 我自己是覺得開箱完還蠻幸福跟療癒的啦 所以今天剛好是下雨天 然後我想說下雨天來拍開箱好了 因為拍開箱就會很幸福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還喜歡 大家掰掰